来到11月17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贝敏 大选真的碰上了水灾 昨天午夜一场长命豪雨 导致雪兰的不少地区发生了水灾 灾情严重的地区 水位更淹渍到颈部 甚至大半间屋子都淹没在水中 一些停放在屋前的轿车也跟着遭殃 成了泡水车 看守首相伊斯麦莎比里说 他已经指示所有天灾管理和保安单位 做好应灾的准备 他也直言担心沙安南太子园大水灾的事件重演 雪兰的巴胜沙安南 乌鲁冷月八达林雪邦刮雪 龙溪和万宇等多个地区 经过长命豪雨后 水位节节上升 敲诊员和民房部队连夜出动 四处奔波展开救灾行动 其中 雪州甘榜救万宜的水灾灾情最为严重 水位长自胸部甚至是颈部 民房部队为了救出受困的灾离 不惜冒险穿上救生衣进入灾场 大批黄泥水也涌入甘榜救万宜 至少三十间住灾受灾 大批居民受困 只能在家等待救援 民房部队安排救生艇进入甘榜 把灾民送到万宜民众会堂的疏散中心 另外当地也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土崩 龙溪是另一个严重灾区 多颗甘榜几乎被大水淹没 现场视频显示 一间屋子外的整条道路几乎变成河流 水流穿击 水位淹没了屋前轿车的车身 多辆车也被浸泡在水中 民房部队接获投报后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救灾 并紧急疏散附近的居民 而萧枕园则在龙溪救出一家六口 其中一名未满一岁的婴儿 被萧枕园小心翼翼地抱在怀中 乘坐快艇车离 场面温馨动人 另外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个视频也显示 巴胜印度街整条道路几乎被大水淹没 车辆涉水危险行驶 触目惊心 雪州大城阿米鲁丁在接获雪州树区发生水灾后 也在凌晨动身赶往灾区视察 巴胜 巴达林 雪邦和乌冷县多个地区相继发生水灾 当局目前已经启动7间零食的疏散中心 安顿超过800名灾力 连绵好雨也引发彭亨劳务的沟区水泛滥 将近5年不曾淹水的劳务双西兰新村十多建筑家 昨天晚上发生突发水灾让村民措手不及 大选碰上大水灾 看守首相伊斯麦莎比里也绷紧了神经 他强调 已经指示所有天灾管理和保安相关单位做好应灾准备 特别是要提防突发水灾 他说 他已经向警方和消整局等机构发出指示 所有州和县灾难管理委员会都已经启动 柔佛新山一名14岁中学生 因为偷偷用堂妹的电脑观看不该看的电影 被父母发现后责骂他并让他罚战 他竟然因为这样离家出走 三天没有和家里联络 让父母十分担心 虽然如此 他今天下午在新山一间购物中心内被找到 已经安全回家 就读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初中二的龙俊哲 星期一下午三点多离开家里后 至今没有去到学校也没有回家 他的父母今天向国阵马华伊斯干达 布迪里国习候选人拿督张秀福等人求助 召开记者会要求儿子回家 母亲黄丽珍指出 当天下午一点多 他和丈夫从自家经营的咖啡店提早下班 发现儿子在房间 偷偷用堂妹的电脑看不该看的电影 非常愤怒并且责罚了他 两个小时后 家婆看到儿子离开家里 但是没有带走钱包 大马卡等物品 他说 之前也曾经像这样责罚儿子 但是儿子无论如何都会回家 龙俊哲身高155公分左右 离家时身穿白色圆领上衣和浅绿色短裤 黄丽珍已经询问了亲朋好友 也问了儿子的同学和校方 但是都没有消息 夫妻聊已经向警方报案 许兰儿蒲种一名年轻新手妈妈 9月10号生产后入住月子中心 因为乳腺受阻 接受马来通乳热石头按摩 结果被烫伤 留下疤痕 院方原本同意赔偿8000令吉 最后却只是赔偿2000令吉 21岁世主谭依林 今天在母亲的陪同下 向民政党雪州公共服务 及投诉局主任林华仲 何树邦在野国系候选人 洪玉雄投诉时指出 按摩当下 他曾经告诉按摩师非常烫 但是对方只要求他忍耐 结果按摩结束后 他的胸部竟然起了水泡 马上寻求医护人员帮忙 院长还亲自为他处理伤口和服药 结果因为药的味道让嗅觉敏感的宝宝拒绝吸奶 看着又饿又难过的宝宝 他非常心痛 不仅如此 当他参加朋友婚礼穿抹胸衣服时 不小心露出身色疤痕而感到尴尬 甚至每天这样以泪洗面 院长原本答应承担医美费用 但是之后却反悔 尽管他寄了律师信过去 但是对方坚持只是赔2000令吉 甚至表明只愿意赔偿一次性的医美费用 如果治疗后还是没有恢复 他们将不再承担责任 之后就不了了之 他无计可施下 只能向民政党求助 希望能讨回公道 上个月惊险从马尼拉园区逃出后 流落街头的大马猪仔 他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 得到当地一名来自医保的好心人帮助 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安排 终于成功在上个星期六安全回到家 这名成功脱险的29岁事主钟正义 今天在母亲和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 以及马华医保东区候选人刘国南 陪同夏召开记者会 他说 虽然已经安全回家超过一个星期 但是回想过去一年被卖猪仔的经历 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指出 在卖猪仔期间 他曾经因为业绩不达标被转卖三次 精神瀕临崩溃的他 萌生逃跑的念头 最终在上个月25号 趁着警卫松谢时成功逃跑 接着致电向母亲求助 逃亡后的第三天 他在一名大马级商人的帮忙下 才得以回国 彭亨北根也有一名成功逃脱魔掌回国的 19岁猪仔 他今天在福罗山被国习独立候选人 庄有意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指出 今年3月他被面子书上的高薪招聘广告吸引 以为应聘的是一份在吉兰丹的高薪客服工作 月薪是5000到6000令吉 于是瞒着母亲偷偷到吉兰丹 但是却被带到KK园区 他在园区内每天被迫进行诈骗工作 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 业绩不达标或是犯错 就会被扇巴掌 扛水桶跑圈 罚蹲等等 他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 许盛宇的母亲说 儿子失联后他发现不对劲 曾经联系缅甸 柬埔寨和中国大使馆求救 甚至向首相署求救 但是都没有消息 最后千辛万苦下才获得本地好心人帮忙 儿子最终才得以回国 竞选期开始到现在 不时发生全国各地有人破坏党旗 政党海报等事件 击打亚罗施打一名男子 就因为这样 背上司法责任 他被控用八冷刀砍掉党旗 成为本届大选中全国第一宗 涉及选举破坏而被控上庭的案件 41岁被告白哈努丁 被控在11月14号早上10点多 在击打奔铜甘榜亚罗巴里路 用八冷刀砍掉50个插在路边的某政党旗帜 让对方蒙受1600令吉的损失 他今天在蓄意破坏罪名下 被提控上庭时承认有罪 被罚款4500令吉 如果无法偿还 就以监禁12个月代替 警方今天也发文告指出 被告破坏党旗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警方到现场将他逮捕 调查发现他没有任何政党背景 但是有吸血病毒 镜头转向马六甲法庭 一名44岁的夜市小贩莫阿兹林 因为发送一名女子的裸照给当事人 而遭到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控上法庭 两项控状皆指被告 在2017年7月25号 将一名女子的裸照发送给对方 而抵触了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条文 被告当场认罪 被罚款1万令吉 如果无法偿还 则需要坐牢3个月 还有不到两天时间 就是全国大选的决战日 卫生部看守部长凯里 今天特别汇报 投票当天的防疫措施 另外国内其中一个最大的综合车站 南湖镇综合交通中站TBS 今天一大早就人潮汹涌 满满都是准备回乡投票的选民 卫生部看守部长凯里 今天召开记者会 汇报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状况时指出 根据标准作业程序 所有选民 特别是新冠肺炎确诊的人 在投票过程上 沾上不褪色墨之前 都必须先消毒手部以确保安全 他也说 虽然确诊者投票时和普通民众 使用同一个通道 但他们不需要排队 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投票 减少传染的风险 明天就是投票日前夕公假 南湖镇综合交通中站一早就人潮汹涌 游子们纷纷乘坐巴士返乡 为全国大选做好投票的准备 由于本届大选多了许多年轻手头族 车站放眼望去 几乎都是年轻的面孔 特别是大学生 而除了投票 游子们也想趁这个时候和家人团聚 另外 从中午开始 加勒大道从吉隆坡 往东海岸方向的车辆也开始增加 文东吉达里路和文东新秉街 中午也开始出现车龙 车辆行事缓慢 下午4点开始 从额迈前往云顶山脚隧道 也就是37公里处 车龙长达大约13公里 本届大选选民人数大暴增 全国各地的选举委员会官员 今天也到各地开始准备工作 其中在宾州大会堂 选举官已经准备好 单容国席的100多个投票箱 明天将和宾州卫生局官员 进行最终汇报 决定是否要为新冠肺炎确诊人士 另外设立投票通道 昨天因为心脏病发作 而猝失的西蒙公正党巴东色海候选人 卡鲁巴耶今天出病 曾经是一名军人的他 获得印翼军人退休协会成员 在葬礼上为他的灵鹫盖上国旗 献上最高的敬意 大约50位印翼军人退休协会成员 今天到桑府向卡鲁巴耶献上最后惊议 其中8位成员手持国旗 操步到灵鹫前为他盖上国旗 附近大批邻居 支持者党员以及有党竞争对手 陆续前往桑府向卡鲁巴耶做最后的道别 半夜时分还是有很多人前来吊宴 前后估计大约1000人到场 中午12点20分左右 经过一连串宗教仪式 包括送念经文后 灵鹫大概下午2点多出病 而卡鲁巴耶生前经营的运输公司 也出动五两大罗里绕过桑府并鸣笛 跟随到火化场 卡鲁巴耶是在本月13号晚上 出席大型政治造势活动后 离开现场时突然倒下 过后紧急送院但是不治身亡 来看国际消息 2022年G20巴黎岛峰会昨天正式闭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轮值主席 印尼总统佐科威会面 双方一同透过视频观摩 夜万高铁试验运行 同时发表联合声明 加强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和一带一路计划等等 佐科威和习近平是在巴黎岛 共同观看夜万高铁的动态测试局播影片 担任高铁运行测试的司机有两个人 分别是中国人和印尼人 夜万高铁是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连接耶加达和万荣 全长142.3公里 2018年6月开工 其中印尼投资60% 中国40% 并且负责施工 原本宣布2019年完工 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耽误了 预计在明年6月正式开通 而在另一边乡 根据加拿大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 习近平当面刺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说对方不该泄露二人在G20高峰会闭门谈话的内容 这回也是习近平罕见地公开露出恼怒表情 美国上个星期举行七中选举 共和党在435席众院拿下至少218席 取得过半门槛 以微弱的优势夺回对美国众议院的控制权 算是勉强取得立法基础 来反对总统拜登接下来两年任期的政策 拜登星期三也向共和党表示祝贺 并说他乐意和拿下众认多数的共和党合作 另一方面 美国国会参议院麦康奈尔 以37票再次当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针对这次选举 他说共和党之所以没有赢得独立派和温和派选民的支持 是因为有一些人和制造国会混乱和袭击有关 日本的疫情方面已经进入第八波疫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疫情统计 11月7号到13号期间 日本新增了53,766宗确诊病例 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大约25% 连续两个星期都是全球最高 在新增死亡病例部分 美国最高 一个星期内有2,323宗 日本则是552宗 俄罗斯排名第三 436宗 另一边乡 中国的疫情也在持续升温 星期三新增23,132宗确诊病例 连续两天超过2万宗 疫情比较严重的重庆市 采取软封城措施 但是禁谋管理长达107天的 新疆伊宁星期三解封 当地居民还燃放爆竹庆祝 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在当地被称为性爱邪教教主的 64岁奥克塔 遭遷被控性侵等罪名 被法庭重判8658年徒刑 身为土耳其宗教领袖的奥克塔 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中 身边经常围绕着一座性感 浓妆艳抹的女子 2018年 伊斯坦布尔警方展开行动 逮捕她和236名教会成员 并且以性侵 对未成年人士性虐待 欺诈和军事间谍罪位随等调查 接着关注我国最新疫情数据 西班牙第一届马德里托雷红国际冰雪节 从10个国家邀请了21位著名的冰雕师 在零下7度制作冰雕 并将在今年圣诞节开放 让民众参观 直到明年的1月7号 新闻的最后来看看这些 忍着低温雕刻出来的精美作品吧 我是贝敏 我们再会 让民众参观看 我认为軍方两个国家邂逍 春宫的风口 天津 不适合 除所出现的 天津 非常患 切磋 禅 要 相手 走 一直 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